直流基 鐵損 鐵損 PI 鐵芯上磁通的摩擦深熱產生的熱能消耗 PI 等於 PE 加 PHM 再回過頭來看這個圖 再回過頭來看這個圖 OK嗎? 那請問一下 我除了銅線上電阻的功率消耗之外 我還有沒有其他的功率的消耗 發電機從原動機送能量進來嗎? 有沒有在旋轉? 有沒有風的阻力的影響? 會不會? 會不會有風的阻力的損失? 那我們稱這個叫做砸散損 所以他在我的轉軸上 會先有一個砸散損 那砸散損會很多還是很少? 很少 大約是我的功率的 輸出功率的1% 大概是我1%的輸出功率很少 好那一進來之後 發電機在旋轉的過程當中 我的設備上會不會發燙? 會 那熱能會不會是一種能量消耗? 是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發電機會發燙? 因為我裡面有什麼東西? 有沒有磁場? 有 那當我有磁場在跑的時候 那它的鐵塊就會發燙 這個是我的主磁級 主磁級上面 它會有線圈 線圈上會會流電流 電流會敞車什麼東西呢? 磁場 所以我的磁力線會在裡面跑 我磁力線會在裡面跑 磁力線會在裡面跑 我隨便畫一下 灰 灰在我們鐵塊裡面跑 OK 那當我的灰在裡面跑的時候 我的鐵心裡面 一直有磁力線在跑 所以這個鐵塊就會怎麼樣? 就會消耗能量發燙 好 那這個發燙 我們就稱它叫做什麼損嗎? 叫做鐵 鐵心上的損失 叫做什麼損? 鐵損 鐵損 鐵的英文叫做什麼? Ir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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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鋼鐵損 鐵損 叫做P I OK 那鐵損就是因為 誰 所產生出來的功率消耗 因爲什麼來產生的功率消耗 因爲有什麼? 灰 因爲有灰 因爲灰 所以產生出了什麼損? 鐵損 鐵損看右邊那個什麼? 因爲鐵損是因爲誰 所造成的功率消耗? 灰 灰 那灰在哪邊跑? 磁場 磁場嗎? 灰就不能 灰就是磁場 磁場在哪邊跑? 鐵心裡面跑嗎? 因爲它就會產生漩渦 你這個漩渦大 跟漩渦小 你覺得哪一個功率消耗會比較多? 當然跑大圈一點 它的能量就比較大 所以這個漩渦我希望它不要那麼大 它的能量消耗才會比較多 比較少 所以我會採用手片 所以我這時候我不希望 它這麼一大塊 我就希望它變小快一點 所以我會把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一片一片的 就像那個 蜂蜜蛋糕這樣子 把它切下來 像吐司這樣把它切下來 所以請問一下 我這時候 我裡面的窩瘤 有沒有變小了? 我這個漩渦我都跑得比較小圈了 有還是沒有? 好 那我就稱 採用蝶片 可以減少鐵心的一個損失 叫做什麼損呢? 蝶片是為了減少什麼? 減少漩渦 漩渦 那我們就稱 這個叫做什麼損? 窩瘤損 那窩瘤損 我給它一個符號 叫做PE 好 再來 我的鐵心 除了會跑漩渦之外 我裡面的材質 我裡面的材質 材料 我的材料 請問一下 我的材料 如果說讓磁力線比較好通過 跟磁力線比較不好通過 哪一個產生的消耗會比較大? 比較不好通過 比較不好通過的嘛 所以我希望我的鐵心 裡面的材料 要讓它導磁高一點 還是不容易導磁? 所以我的材料 希望它可以具備導磁的能力 它的損失才會降下來 那我怎麼樣讓它導磁好一點呢? 加什麼東西? 有一個東西加進去之後 因為它的磁場的阻力就降下來了 加什麼? 加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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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氏之後 它的阻力 磁的阻力就會降下來 相對的 它的損失就會降下來 所以加氏會減少什麼損? 加氏減少什麼損? 磁質損 給它一個符號 叫做什麼呢? 加氏減少什麼損失 加氏減少什麼損失 那我就會發現 我的鐵損包括了兩個損失 哪兩個損失? 磁質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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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1 加 PH 那大部分會是哪一個? 大部分會是磁質損 你這樣進啊 你就這樣進 你就這樣進 EH EH E比 這個大概 大約是1比4 這大約是1比4 所以大部分會哪一個? E E就是E H就把它看成像這個4 1比4 所以大約會剩下哪一個? P什麼? PH 大約等於磁質損 那這個後面 後面會考比較細的時候 會考到這邊哪 所以我的鐵損 會包括兩個損 什麼損跟什麼損? 磁質損跟 波流損 好 那再來它有公式 它有公式 你要記起來 你要公式要記起來 第一個叫做 PE 第二個叫做 PH 如何記這兩個公式 波流損 跟磁質損 第一個 它都有一個常數 K 常數 這是常數 K 兩個都有一個常數 來下標 上面的K 下標應該標什麼? KE 這個常數的下標標什麼? KH 好 乘以乘以 再來 波流損 跟厚度 有沒有關係? 有 我的越厚 我的波流損就怎麼樣? 越大 厚度越小 我的波流損就如何? 越小 所以我的波流損跟厚度有關係 計法 你先把它挖號起來 挖號的平方 OK嗎? 來 裡面怎麼寫? 裡面怎麼寫? 裡面就寫 F VM D VM VM就是齒通密度 D就是什麼? 厚度 那VM 這個就是厚度 那再來這個是齒通密度 這個頻率 好 這個就是它的公式 來 下面的呢 KH 乘以什麼? 寫下來 跟厚度有沒有關係? 沒有 所以就直接寫FVM平方 就可以 FVM平方 你多寫幾次 這公式就記起來了 完了沒? 還沒 還沒喔 為什麼? 直流機有沒有頻率? 直流機有沒有頻率? 沒有 可是這邊有沒有頻率? 有 有 所以我要修正 因為這個公式 它可以用在直流機 也可以用在交流機 頻率要修正就可以了 可以啊 什麼叫頻率? 對對對 我也知道F啊 F叫頻率 那頻率的定義是什麼? 用百塊一點講 爸爸一個禮拜給你一百塊零用錢 這樣會不會太少 太少 爸爸一個禮拜給你一千塊 一千塊零用錢 每個禮拜都固定 有沒有一定的頻率? 有 我們一個禮拜 每個禮拜三 都固定上電工機械 那這樣子算不算一個頻率? 算 可是在物理裡面頻率有很嚴謹的定義 在物理的定義是什麼? mks字跟什麼? cgs字 那s就是我的時間的單位 時間second 一秒 所以物理的頻率定義是什麼? 每秒重複的次數 就叫做什麼? 頻率 所以物理的頻率叫做 每秒重複的次數 就稱為頻率 直流機裡面 請問有沒有每秒在重複的東西? 有 哪個東西? 是一直每秒在重複的 原動機的轉數 原動機的轉數 我們在說rpm 是什麼意思? 每分鐘轉幾圈 那我能不能把rpm 每分鐘轉幾圈 變成 每秒鐘轉幾圈 每秒鐘 從重複的圈數 就是什麼東西? 頻率 因此 我的f要修正 變成什麼? 那這個頻率把它修正成n 這個頻率把它修正成n p h 多少? 300萬 寫上去 第二句話 p怎樣? p1 渦流筍多少? 100萬 求什麼? 求2000的時候 齒動不變 上到2000速度的時候 求它的齒字筍跟渦流筍多少 來公式 公式寫給我 一個是p1 一個是p1 來 第一個 前面寫什麼? k1 下面寫 kh 渦流筍跟什麼有關係? 厚度有關係 給它括號一下 括號平方下面要不要 有 裡面 f vm d的括號平方 下面 f vm 的平方 誰修正 f修正成n f修正成n 所以我就會發現 我有存 正比什麼? 跟速度 正比而已嗎? 要不要乘進去 所以 跟速度平方乘正比 齒字筍 跟速度乘正比 那能不能算啊? 不可以 來 速度變大變小 速度變大 所以 齒字筍應該變大變小 齒字筍變大 變幾倍? 兩倍 齒字筍正比什麼? n嘛 對不對 所以 齒字筍 ph 等於三百瓦 原本的 數 我 原本的齒字筍 乘以多少 才會變大? 幾分之幾? 千分之兩百 兩千分之一 一千分之兩千 還是兩千分之一千? 一千分之兩千 才會變大 變大 這個要變大 一千分之兩千 不錯吧? 沒錯吧? 速度能夠變大 filed 所以我吃字筍要怎樣 比較啊 所以要怎麼層才能變大 一千分之兩千 和一百分之兩千 好 下面 柜柒筍 跟誰 成正比 速度平方嗎? 所以 我 新的柜�i löamps 要怎麼層 原本是多少? 原本是一百瓦 跟我的數 little com 是怎麼關係 Financial 斧 materials 要怎麼層 有兩百瓦 平方 是事情平方匹嗎 那裡面要怎麼寫才能變 速度是變大變小 速度變大我的詞字屬變大變小 那裡面怎麼寫才會變大 一千分之兩千 一千分之兩千這樣會不會寫 好那算出來上面多少 六百下面多少 四百 四百 好檔位寫一下 這樣會不會算了